Hello, 大家好, 你看的是Billy CDIY 頻道, 我是Billy 這條片我會和大家講一下怎樣去做遮光 讓你在車內睡覺都可以不會受光源影響 還有怎樣去加蚊沙 夏天或者多蚊的地方都可以不受蚊蟲影響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留言和分享給其他朋友 還要按一下鈴鐺, 下次出片就會通知到你, 謝謝 我在淘寶找到這些箱軌的窗簾 這間就是我幫襯的,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安裝都不太麻煩 很容易安裝, 來到會有兩條路軌 只要用一些雙面膠紙, 它會提供的 3M 的雙面直膠膠紙 貼在窗戶上面和下面 有不同的窗戶的貼法不同 大部份都是貼在車門邊的位置, 不是在窗戶上面 然後這些路軌和扣子 可以把窗戶放進去, 或是在尾上套 然後可以拉, 拉到盡量的時候 它就可以遮住你的窗戶 這裡有一條有魔術貼的帶 你可以開了窗簾的時候 這樣打個圈去 固定它, 就不會遮住行車 看不到後面 這裡有一條魔術貼的布帶 貼在窗戶上的窗戶 這裡有一條魔術貼 這裡有一條絨布, 你可以貼上去 拉的時候, 就不會一拉就拉到這裡 穿了一個窗戶 然後你可以收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魔術貼 去圍住它 就不會遮住行車 這兩個側窗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和這邊這個 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側窗 來到的時候, 它會 根據你不同的車號 你打到淘寶的命令 你打到淘寶的命令 你要說自己是 Honda Stepwagon 什麼型號 它就會 根據你車的型號 去送一個對的給你 我有時發覺 它有一些窗的位置 是比較窄的 好像車頭那兩個 來到的時候, 就太窄了 所以後來我也沒有用到 因為我車頭就不打算遮光 車頭會用什麼遮光 其實我可以用這個 另外一個淘寶的膠窗簾 可以分隔車頭和車的其他部分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有賣這個產品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膠窗簾是挺好用的 可以分隔車頭和車廂裡面 就變成不用你車頭遮光的部分 這一個會有一條橡筋繩 還有一個扣給你扣著這個旁邊 是完全不用鑽孔的 一條有個金屬給你插入這個隙間 另外一邊都是這樣 然後用一條橡筋繩蚊痕它 它又不用鑽孔了 可以拉過去 然後這裡也有中間摩術貼 讓你黏住它 讓它不要漏光 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不會被外面的光線影響 上面這裡 我又遮不了 但應該沒問題 因為你躺下了 光線照不到你 上面可以用來 令到空氣流通一點 這個就是車頭的遮光部分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 你也可以買回全副武裝車頭的 太陽檔和旁邊 但我發覺 如果你要經常帶太陽檔出去露營 就變成那塊這麼大的東西 又會不知放在哪裡 加重了你的裝備的負載 好 然後看一下車尾部分 有些不同的 這裡有另外一個側窗 比較小 這個側窗是開不到的 它也做了一個窗簾給你的 你看到這裡寫著什麼 左三的 即是說左邊的第三個窗 我們看看它的標籤 就知道它黏在哪裡 有些特別的 車尾的貼法有些特別 因為車尾窗不能動的 你只可以揭背 揭起車尾 所以那些膠邊 是貼在那個 貼在那個 上面就貼在這個金屬部分 即是連著車窗的金屬部分 下面那部分 就直接貼在車窗上面 因為它太長 它離開 送來的時候 然後就迫開了兩條路軌 那我也發覺路軌 是不夠長的 你看這裡 差一點 那你要自己遷就 這裡也是 也是不夠長的 那我要自己遷就 可能要再找它 加長一點送過條理 那因為它始終淘寶的東西 質素有限 它未必 送來的尺寸 和你的order 的車窗 是完全一樣 配得到的 那要跟它溝通一下 叫它保送 一條長一點的 哪一條差一點 它都會送給你 可能要補一點運費 之類 哎呀 你買哪一間 我會把連結 在視頻上 展示出來 大家可以參考 就不代表它完全沒有問題 那你可能要多問幾間 或者只量度窗的尺寸 給它看 因為它 在淘寶上面 的order 給你入得到的 車的型號 就不是很多 有可能有些香港的車 在大陸 因為它的名字 就變成了另外一個大陸 因為根本沒有聽過 沒有進口到去大陸 那它就 做不到給你 它都不知道是什麼尺寸 對 那你最好 就跟它溝通多些才買 跟著我們來看一下 槍砂 防蚊砂 是怎樣做的 首先呢 我們在淘寶買了這些 蚊砂的布 我會將它連結板 就不太貴 都是幾元一碼 買了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將它 車成一個 好像袋一樣 根據你的車窗的尺寸 然後在袋子的底部 在外面那一層 你要將一些 塞石縫在邊 讓它可以吸入 車窗的鐵部分 令到那個 沒有一個虛位 讓那些蚊 不可以在底部 飛進來 那做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 套進去試一下 這樣就是蚊砂 然後就套進去 然後就套進去 你看到我這裏有些 瓷鐵 把蚊砂 吸回 那些蚊就不會飛進去 那些蚊就不會飛進去 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那些蚊砂 那些蚊砂 就夾緊了 沒有蚊砂 都可以進去 那我們再測試一下 瓷鐵的部分 你看一下 瓷鐵是這樣的 那你就未必要買 好像我這些 這麼強的瓷鐵 小小粒的那些 平時連面帽子那些 把面帽子吸在板上 那些瓷鐵都可以 這個就是側窗的做法 我再打開給大家看 裏面這裏就不需要瓷鐵 因為裏面不會漏蚊 最重要是外面那裏 有些瓷鐵吸住那些 那些蚊位 讓那些蚊不要漏進去 你看到這裏 我都是用一些布 就這樣 因為這些蚊砂是疏的 但是一樣可以用衣車 去塞到它 如果你怕 可以加一條薄的布條 把它加強旁邊那裏 但是不要太厚 因為厚太厚 可能夾完之後 發覺這裏 頂住了你 關不了門 整個位置 最容易扭蚊就是這裏 這裏有一個 到後鏡 側鏡 側鏡 這裏最容易扭蚊 所以這裏 要把蚊放在裏上 要把蚊子放在裏上 一定要把蚊子放在裏上 這裏就有一個 把蚊子放在裏上 這裏的蚊子 這裏又有一個 頂住 而這裏側上 不會有東西 鑽進去 這裏就是我的蚊砂 再看看中排座位的窗戶,这个窗户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传统就是在淘宝买的炖沙也不能够掉 因为这里有支撑架,这个支撑架会移动 这支撑架会移动,这支撑架会移动 因为这里有支撑架,这里有支撑架,这里有支撑架 这里有支撑架,这里有支撑架,这里有支撑架,这支撑架会移动 我又做了一个特别设计,这支撑架是密封的,右边是开孔 这里有支撑架,物贱架便移动,封面就是密封的, coming to the top of the хотел camp right here is not.... 这里的封面是密封的。 這個位置是蜜蜂 這個位置是鞭車鑾 然後這一邊是開口的 這裡可以將它套進去 套進去 套進去就會被這條圈頂住 這裡會被這條圈頂住 那怎麼辦呢? 不敢動 這裡有個魔術貼的位置 這裡有個魔術貼的 這邊是把蜜蜂放進去 這邊用魔術貼和它黏在一起 看到大家在這裡嗎? 已經黏住了 這邊有魔術貼 把蜜蜂和外面的一幅 用魔術貼黏在一起 它不會漏蜜 這裡已經封閉了 然後也是 前面這些窗外面的窗 這個窗外面的窗位 我用一些比較小的瓷鐵 這次我使用魔術貼 用一些很小的小小的 就夠力了 這些窗外面的窗外面的窗外 也不會太強 這個窗外面的窗外 可以將它黏住 一顆、三顆、四顆 這顆窗外面的窗外面的窗外面 也會保證它沒有漏蜜的情況出現 這顆窗外面的窗外面 關上窗外面的窗外面 就會自動把蜜蜂夾緊 完全沒有窗外面的窗外面 沒有窗外面的窗外面 這顆窗外面的窗外面 還有這顆窗外面的窗外面 你只需要打開車窗 現在先打開車窗 打開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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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蚊紗會通氣 因為車窗已經開了 先關上引擎 現在蚊紗已經通氣了 晚上睡覺 就不怕蚊子飛進來 可以通氣 兩邊都可以打開 夏天 打開車窗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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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空氣流通 更涼快 有一種蚊紗可以用 就是車窗外面的蚊紗 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在淘寶上買 如果有蚊紗布 你也可以自己開車窗外面 只要中間開車窗外面 讓你可以從車尾出入 然後在蚊紗的四周圍 都逢一些瓷石 那些瓷石要比較強力 因為蚊紗大 如果不夠強力 很難一扯就掉出來 那就行了 這個車尾蚊紗 四邊都套上一些瓷石 最主要是把瓷石黏進去 那個車尾 然後隔壁方向前隔壁 有一個框 那個框是用鐵做的 要填在框上才行 因為有時候車尾其他部分 是沒有金屬 或者用膠做的 那你要找回那個框 是有鐵部分 才可以黏得緊 如果你在車尾 想出入 就靠這條拉鍊 那麼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麼多 下部影片我会集中讲讲用水的问题 水盆如何做 3D打印的水龙头的组是怎样用 和链是怎样 和会讲讲去水桶和去水喉 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要按一下小铃铛 下次我出片就通知到你了 多谢! 没有空缩 很多资料łam 没有 Slack computer 假期是我在工坚园 先把混进给我的细过 全部脚合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